随意情渐缓加上暑假旅游旺季 观光局华东纵管处结合旅行社 推出了徐行纵谷自行车旅游品牌 规划三条入山青海部落人文特色的自行车旅游线 同时在7月底推出首播暑假安心游 提供私人同行团备折扣1000元的优惠 限量290组额满为止哦 观光局华东纵管处建置完整的纵谷山海 自行车系统网络每年吸引无数的单车铁马族来朝圣 现在串联常年辅导扶植的纵谷各个珍珠据点 结合旅行社规划推出徐行纵谷自行车旅游品牌 邀请大众一起入山青海享受纵谷的山海美景 人文产业特色 我们纵谷在北中南山区就各有一条 那我们就整合了我们这个三条的自行车 还有我们沿线的时速游购跟景点 特别为了这个轻松休闲的这个客权 规划了这三条的这个休闲二日游 那我们最主要的主导就是先帝集合 四人以上成型 我们还有故事导览还有在地领期这些特别的 就希望能够让这些三五好友 或者是家庭出游 或是营华结伴都能够轻松的出游 徐行纵谷包含泰鲁阁峡单车回南漫波 森林疗愈走入黑熊国 稻米文化池上田园风光 让旅客以自行车骑访泰鲁阁峡 欣赏山海美景 跟着布农族人走入友雄国渡 瓦拉米步道 或者是骑乘在关山池上小镇成片倒浪中 同时观光局华东纵管处也特别推出首播优惠 让游客民众暑假安心游 纵谷处为了这样推广这三条特色的游层 我们特别跟旅行社合作 第一波的优惠活动就是到7月31 只要四人成型我们就限责一千之外 那我们也推了限定有290组的 这个两杆的秀套是限量 此外之游行的旅客 则是可以参加晚期认证活动 晚期花动纵谷任何一条多元自行车路线轨迹 就有机会至指定地点兑换限量好礼 6月30号也正式上架贩售的 徐行纵谷自行车旅游品牌三条游层路线 丰富多元 也欢迎国内外游客民众一起游玩纵谷山海 疗愈因疫情而闷坏了的身心灵 记者是玉兰瑞瑟采访报导